房市冷了这么久 一堆人还在说 乱讲 我们在附近的社区 开价还是很高啊 这二十几年来 房价不是一路往上涨吗 唉 关于房价这件事 我在跟你谈大海 你在跟我谈漱口碑 在影片开始之前 你知道专门照顾植物人 街友 单亲妈妈 和三四老人的创世基金会 原本每年都会为弱势团体 举办的关怀尾牙 近年却因为疫情影响 以及安养宴许可限制等原因 导致三年无法举办 让这些其他一整年的弱势团体 感到难过和失望吗 但创世基金会为了他们的笑容 所以将尾牙改成 送礼到家 由创世的伙伴 将价值700元的年礼 以及500元的祝福红包 亲自送到这些弱势族群手上 然而创世只是公益机构 并不是0050那种上市企业 这些帮助弱势团体的开销 都得咬在社会大众的资源 因此 如果你也愿意帮助这些经常被忽略 弱势团体中更弱势的一群 可以从画面上的QR Code进去 卷择单次1200元的捐款 让这小小的500元帮他们应急 也让这700年的年礼 让他们也能像我们一样 拥有一个充满笑声 不再愁眉苦脸的除夕夜 好的 让我们回到影片主题 嗨 我是国际超级房仲和业务品牌学院的创办人Zek 由于台湾房市多次的侥幸经验 再加上房市制度的严重缺陷 台湾人对于房地产的信心非常膨胀 再加上有土私有财的价值观 所以在台湾投资房地产 似乎变成了一种包饮的投资方式 但我4年前就在这部影片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完全不考虑在台湾买房 理由除了是在投报率超低的国家 当房客绝对比当房东划算以外 即便后来我拍片告诉大家 QE会让房价必涨 而且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 但为什么我还是没打算在台湾买房呢 想知道我当年没说的深入原因 就建议你把今天的影片看到最后 因为我已经能大概预见到 30年后的台湾 房价可能会A型反转的现象 对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点开我的影片 这里是专门教业务员用个人品牌 成交的教学频道 偶尔会分享一些破解房仲话术 与买房迷思的影片 如果你对这类主题有兴趣 不希望被人当韭菜哥的话 请在影片开始前 先把订阅和开启小铃铛的按钮给按下去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能帮你翻身致富的最新资讯哦 回到正题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QE阶段房价必涨 也不考虑在台湾买房呢 第一 一波涨幅只有一次性 虽然这一波涨幅确实很大 但只有一波的涨幅 是无法带来长久的财富 比方说 假设疫情当下我买了一件一千万的房子 借着这波顺风车涨到了一千五百万 短期来看 我三年赚了五百万 但然后呢 多了这五百万 难道明天就不用上班了吗 也许五百万确实是一笔不小的钱 但试着把眼光拉长来看 就算拿去投资ETF抓个5%获利好了 每个月才多2万多块 所以3万好了 多这3万块 也不会让我在台北的生活能够有多优渥 就算把这五百万存下来当退休金 兼不谈通膨失掉多少现金购买力 假设退休每个月拿3万块过生活 顶多14年就花光了 等于65岁退休 到79岁就没了 更别说还有其他的生病医疗 以及请开户的开销 所以听到这边 你还觉得五百万有很多吗 记住 每个人都有一个财富温度计 如果你的温度计只有五百万的话 那么超过五百万的财富 你是留不住的 不幸的话 去看看你存存长期的平均数字 这个数字 就是你的财富温度计了 而想要提高温度计的范围 那你就需要通过学习改变思考方式 因为我们是无法赚到 我们认知以外的钱的 而我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买房的机会成本 因为2020也是我创业的那一年 如果2020年进场买房 那么创业时 口袋几百万的现金就没了 每个月还有房贷得付 压力就会变得很大 相较于我预期创业成功后 能带来的收益 把资金卡在房地产内实在太亏了 长期的收益也差太多了 因此 即便我当时知道房价必涨 但我还是选择收益更高 更长远 更稳定 成本也更低的网络创业 因为我相信我的个人品牌技能 能够大幅提高我创业成功的几率 所以最后的结果 一路以来的你 也亲眼见证了 2020年我没买房的选择 让我有了更多的资金和谈性 推出业务品牌学院 不但因此帮助了很多相信诚实才是正道的业务员 也让我现在在曼谷精华区先罗站旁 有先前买两间小套房来收租 再加上没有房贷压力 让我每个月进租金还有个两万七 更别提东南亚才刚开始发展 所以我不敢说不来这间房子的房价会涨多少 但至少至少 我永远不用担心曼谷精华区的房子 会有叠价的风险 不过呢 再三声明 因为我买的是超高风险的中古屋 因此极度不推荐你学我的投资模式 附带一提 如果有其他泰国房产业者拿我当例子 千万不要听他们的鬼话 因为今年台湾代销卖的泰国预售案 我自己是几乎不会去碰的 自从2023年房市转空以后 大家每季每月 都因为房价涨跌个1、2%在惊慌 因为成交量先萎缩20% 又回溫10%在七上八下 但你知道吗 房地产是变动性很慢的东西 所以房地产要观察的应该是长期趋势 而不是像股票那样天天盯盘 搞得自己上涨就焦虑 下跌就庆祝 一点意义都没有 听听这个故事 有个男人牵着一条狗去公园散步 过程中狗兴奋的左右跑动 这个就叫做波动 而男人要抵达的公园 就是趋势 什么是我说的波动呢 讲个最近很多粉丝都在问的问题 为什么2023房市这么冷 买气这么差 但为什么六都各地的单价 却能创新高呢 你是不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却又说不出来呢 答案就是 因为8月份推出了新清安房贷 这1000万的房贷补贴利率 刺激的低总价市场 让原本买不起的年轻人 突然都有信心了 证据就是 2023年前7月的全国买卖一转动数 萎缩将近两成 但8月后的成交量却明显回升 同时 因为成交的都是低总价物件 而低总价 小平数的物件 单价都会比较高 再加上空头市场 中大平数都会很惨 所以近期小平数被大量成交 才微微地拉高了一点点平均单价 这也是为什么国泰房价指数告诉你 2023年第三季 房市是量稳价跌的 这样你明白了吗 这也是为什么当业务员对你说 现在单价提升 成交量也回升 房价当然还在涨 房市当然很热啊 你觉得哪里怪怪的 却又哪里说不出怪的真相 其次很容易理解 因为房仲代销 没有受过任何房市专业分析的训练 所以只要看到表面数据对自己有利 根本不会去研究 为什么与实际市场不符合的地方 因为反正你们消费者也没能力分辨嘛 而且一般业务员 也很难像我的学员们一样 敢诚实地说出 违背自己利益的房市分析 因此身为消费者的你 只要抓住最核心的底层逻辑 用第一性原理去思考 那就是 如果房市又旺又涨 那就等于房地产有利可图 既然有利可图 投资客跟市场资金 怎么会放弃赚钱机会 当然会拼命买 拼命扫货 对吧 但为什么如今的市场 却不是如此呢 为什么预售屋每月销售率 会低于10%融枯线 中股物挂售半年也卖不掉的一大堆 法拍屋也没什么投资客敢接受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建商的实际行为 2023前三季土地交易量只有770亿元 年减45.3% 等于少了将近一半 连建筑合法执照业萎缩了18.1% 这不就代表建商虽然嘴巴说房价还在涨 但身体却很诚实 自己都看坏外来房市而不敢买地了吗 不继续买面粉 哪里有面包可以卖呢 台湾房价往下走是确定的 现在只是因为利率太低 再加上我们政府用新亲爱房贷去刺激房市 所以屋族都还有的称而已 之前彭博社也说过 全球房地产的荣光已经结束了 老板教父严秉丽也说 现在还说房价会涨的人 只是要你赶快买房而已 另一方面 请问你有注意到吗 新亲安房贷虽然有三年的利率补贴 但你知道这个补贴期间 不是从你购买开始计算 而是从2023年8月 这个方案的推出时间开始计算的吗 也就是说 新亲安房贷刺激房市的效果 只会随着时间慢慢减弱 再讲一个重点 原本空投房市 价格应该随着市场慢慢盘整下去 但新亲安房贷 就是在透支未来的房市购买力 所以请你理性思考一个问题 请问这些房贷补贴的经费 是哪里来的呢 然后再思考一下 这些补贴的钱 最终又会流进谁的口袋呢 补充说明 想了解房价下跌的大趋势以前 你必须先了解过去20几年 房价为什么会上涨的原因 所以我在这本书详细说明 主要是被三次氾濫资金所推动 第一次 2000年初政府降息5% 加上2023次击房市政策 第二次 2008金融海啸的QE 和第三次2020疫情的QE 你从数据就能发现 台湾房价的走势 完全是跟着氾濫热钱一起的 因此反过来看 连准会升息缩表的现在 台湾房价自然没有本钱 继续无脑往上涨 我相信如果央行愿意 证实高房价问题 将房贷拉到3%以上 平均房价大概会 瞬间打个85折左右 详细的细节和数据 都在这本书的第二篇章 建议假日可以去成品翻一翻 反正成品看书不用钱嘛 讲完了波动和趋势 我们再把眼光 放到更遥远的30年后吧 再没有其他黑天鹅 导致再度QE 也没有政府提出 超大力多的政策前提下 人口早就生不如死的台湾 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以简单的数字来看 人口不断减少 年轻人不断外流 但住宅还不断供给 那么供给远大于需求 在经过30年累积的 供给量和消失的人口 供过于求的房市 价格当然会下跌 我认为房价可能不会是 慢慢往下跌啦 有可能会在15年20年以后 突然就A型瞬间的往下反转 会在某一个临界点突然爆发 至于30年后的房价 我认为除了淡黄区 其他地区的房子会从有行无事 慢慢变成烫手山鱼 尤其是未来还有少子化 这个终极大魔王 正在茁壮等待着 因此淡黄区 也许30年后看起来 售价会比现在高一点 但对比通货萎缩的货币购买力 说不定实际价格还比今天更便宜呢 比方说 2024买了1200万的房子 也许2044年能卖个1400万 但2044年的1400万 大概就只有2024年1015万的价值了 至于淡白区 可能剩不到今天的七折 因为人口都集中到都市 导致淡白区屋主为了变现而抛售房产 渐渐就会产生降价的连锁反应 不要觉得很遥远哦 看看过往很热门的学区房吧 2023又陆续传出很多大学院所停召跟退场的消息 不少市立大学旁的学区套房都无人问津 可是 你觉得这种情况 今年会改善吗 不会吧 明年会改善吗 更不会吧 而且看起来只会越来越糟而已 因此 如果你现在是市校学区旁的房东 你会赶快下车 还是继续凹到底呢 我相信应该没人想凹吧 因为今年能有多少大学生 18年前的出生人口数据就已经给你答案了 然而 市校学区房的消失会意外吗 20年前出生人口大幅下降时 当时大家还乐观地认为 少子化只是假议题 直到近几年市立大学持续退场 才让人正视这个不愿面对的真相 因此少子化威胁的征兆其实一再出现 那你凭什么乐观地认为 少子化永远不会对房市造成冲击呢 我认为30年后 大概所有市立大学都已经退场了 因为市立大学招不到人 甚至上网学习还比上大学更省钱 效率又更高 像我这种念市立大学的人 都没有退休后回去租大学的母校 真的不要意外 说不定还会有校有价哦 因为大学转型成养老院或养生村 绝对是趋势 你想一下嘛 大学土地那么大 未来老人要那么多 到时候大量的老人居住问题 势必会成为社会问题 因此这间荒废的市立大学 当然就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至于你在2023年 房价最高峰买下来 并且省事检用 扛完30年房贷的中古屋呢 30年后 你的房子可能已经老到没人想买 因为30年来一直有新的住宅供给 说不定未来的都更速度还会更快了 再加上少子化妆需求减少1 3 买期大幅减少 于是年轻人只会想选择更新的房子 到时候房子卖掉还能不能小赚一笔 还能不能保值 就只能看你30年前 也就是今天的眼光 有没有买到好地段来决胜负了 除了蛋黄区以外 蛋白区可能只剩下六七折价 等于辛苦扛了30年的房贷 有三分之一都没有了 下一个 虽然马云曾经说 以后房子可能只剩下白菜价的说法有点夸张 但是蛋壳区却真的有可能如此 30年后的偏乡蛋壳区 可年年老人都没剩几个 因此偏乡势必产生灭村危机 偏乡房子连送人都没人要 到时候偏乡房子最贵的支出不是房贷 而是房屋税和地价税 不要觉得我在乱讲 日本政府早就在不少偏乡有送房子的方案 只要你愿意来住 并且愿意支付持有税就好 但这些房子就是没人要 例如日本四国三区的明清村 因为年轻人外移到都市工作 老人又渐倦老去 过世 全村最年轻的村民也已经55岁了 于是有一位村民因为觉得村里太孤单 而制作了270个稻草人放在村子内 代替已经离开的村民 所以日本偏乡的情况 可以让我们台湾作为借鉴 不过这时候 你一定会说 没关系 至少退休时 我还有一间房子可以养老啊 嗯 你确定在只有一间房子的情况下 靠以防养老 真的能够退休吗 关于以防养老的陷阱和风险 建议你可以点开右上角的资讯卡看一看 毕竟是要决定你退休生活的重要决定 难道你不觉得更应该谨慎一点 多做一点功课 多听听各方的说法吗 你都愿意花十几个小时追剧了 为什么不愿意花几个小时 去把影响你一辈子的买房决定给搞清楚呢 这时候你可能会反驳 哼 至少30年后 我们还有一间老房子 总比租屋的人30年后 什么都没有来得好吧 嗯 没错 对的 你讲的是正确的 但你讲的是那一种 赚多少就花多少 不投资理财 也不去创业的月光族 这种月光族 我当然建议他们买房强迫储蓄 总比吃喝玩乐挥过掉好 但相反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属于比较积极 愿意动脑 想要追寻热情 梦想的租屋族 那么呢 因为我们的资金没有被房贷卡住 因此 只要在未来30年间 抓到一次创业或投资的机会 只要一次就好 就足够靠这一次机会翻身自负了 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平庸 只有两个原因 一 没有看见机会的眼光 二 虽然看见了机会 却没有能力把握住 例如你可能已经有家庭 有小孩 就不敢冒险 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 你根本没有抓住机会的本钱 对吧 你可以问问家中的长辈们 他们一定很有感 这就是为什么曹青城说 年轻人太早买房 是很差劲的投资 只要你能够像我一样 靠投资或创业赚大钱 再靠这些钱去钱滚钱 就有机会在退休时 有一间零贷款的自住房 和一间零贷款的收租房 试着想象一下哦 如果65岁退休时 不用担心以房要老20年后 房子会被银行收走 导致85岁没钱没房 得流落街头的景象 而是能够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内 每个月还有第二间房可以养你 这样不是很惬意吗 一般来说 房价健康成长的因素 应该像是人口成长 薪资提升 产业转型等等 但目前我还看不到台湾外来 有这样的条件 我只看到台湾不断内耗 蓝绿长年恶斗 老百姓意识形态又太强 尤其一到选举 就变得非常不理性 这些都是我们台湾的利口面 同时 房市难以回归正常的 另外一个隐藏大魔王是谁 大家知道吗 就是被大家忽略的央行 台湾长期收入追不上房价 央行的责任绝对摆第一 不过呢 由于这个说起来会太庞大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 为什么央行才是高房价的真正元凶 可以在留言区写下 央行如何造就高房价 只要留言的人够多 我就特别再拍一部影片来说明 让你明白为什么如今房市变成 想卖的卖不掉 想买的买不到 这种最惨的情况了 OK 如果未来30年的政府 都无法正视问题 团结找出解决方案的话 届时台湾会远远比不上已经发展30年的东协 优秀人才会严重外流到欧美与东协各国 这并不是维言耸听哦 台湾目前已经有30万人才流出到海外 但反过来看 台湾对外籍高界人才的吸引力却相当低 因此30年后 东南亚有一大堆台湾劳工过高阶百里 真的不要太意外 很多现在很穷的东南亚国家当年也是非常富裕的 例如人人文字色变的柬埔寨 你知道他们70年前还因为经济很好 而有东方小巴黎支撑吗 因此以大趋势来看 房地产基本面差 产业无法转型 低薪少子化 工时过长 内需萎缩 政党恶斗 只能靠泛滥热钱才能上涨的房价 以及未来30年 累计减少的人口和爆量的住宅供给 就是为什么我相当看空台湾房市 不愿意当30年房奴 宁可创业追寻热情的原因了 感谢把影片看到这边的你 我常常说 买房是因为能帮你解决问题 是要能让你过得更幸福才对 因此买不买房 没有对错 只有适不适合而已 对于像我这种想追寻热情的人 买房就不是第一优先选择 反过来 如果是赚多少就花多少的月光族 或者人生无大志 只希望有个小窝就能够很幸福的人 那我当然就非常适合买房 我也鼓励这样的你赶快买房 但无论如何 你买或不买的决定 应该是做足功课 经过深思熟虑的 绝对不该只是因为陌生业务员的一张嘴 更不该是那些靠房地产吃饭的专家 网红 名嘴 甚至是我的观点 认同吧 记住 独立思考很重要 因为大家都在看几个月的波动 而我始终盯着的是30年后的趋势 所以我完全不会有买房 就等于人生胜利组的迷思 反而让我觉得 没那个屁股就勉强一买房的人 真的很可怜 不要觉得深思减用扛房贷很容易 让我举个例子 也许现在给你一个6公斤的哑铃 你举一下完全不费力气 但如果举着30秒呢 1分钟呢 10分钟呢 那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了 对吧 房贷压力当然也一样 也许你觉得深思减用苦一点还能撑下去 但你能撑多久呢 撑两三年跟撑二三十年 是完全不同的压力 过程中 你还要保证自己的收入能始终维持在高档 中年不能失业 也要有足够的家庭来准备退休 更重要的是 你不能失业 更没资格生病 所以说 房地产这种金额超大 开5倍杠杆高风险 影响长达2、30年的购买计划 难道你真的觉得 一丁点风险都没有吗 所以在影片结束前 我想分享一本 股神巴菲特看过两次的书 投资最重要的是 当中的几段话给你 1.无论一个资产有多好 只要用太高的价格买进 都会变成不好的投资 2.没有一种资产或投资 天生就有高报酬 只有在价格对的时候才有吸引力 3.没有考虑价格是否合理就决定投资 是愚蠢的行为 4.只要买得便宜 这些问题自然会有解答 5.投资是一种人气竞赛 而最危险的事 就是在投资人气最高的时候买进 因为一切利多因素和观点 都已经反映在价格上 所有的泡沫 都从几分真实开始 例如荷兰郁金香美丽而罕见 网路正在改变世界 房地产可以抵抗通货膨胀 而且房子总是能拿来住 最后非常适合分享给 现在还打算追高价买房的你 除非你的意见比别人好 而且与众不同 否则念经付出价值上涨后的价格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里面的几句名言 再强调一次 不是劝你别买房 而是希望你不要只听业务员的一张嘴 能全面思考清楚以后 再做出买或不买的决定 避免你成为这本书说的那种 空投市场最惨的强制卖方 记住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自己的价值选择从根本解决我穷的问题 而属于你的选择和退休计划 又是什么呢 A.我希望自己可以变成有钱人 让自己过上真正富裕又令人羡慕的日子 B.我的梦想就是有一间自己的小窝 能有一间房就是我最幸福的事 C.我打算租一辈子 轻松又没压力 反正以后都是老人 房东不住给老人要租给谁 D.养猫养狗太难租房子了 为了让我们的猫主持有好日子 我还是希望先买房 一.其他 请把你的梦想或退休规划留言在下方 你的留言我保证会百分之百 全部亲自看过哦 所以说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部影片对你有点点正面帮助 或者觉得刚睡醒的Cookie很可爱的话 只要你再喜欢就可以收藏这部影片 因为这部影片未来你一定会再看一次 接着按下订阅和开启小铃铛通知 然后束手将这部片分享到你的脸书上 让身边最近因为房事波动和焦虑的朋友们知道 买不买房是一件非常主观 非常客制化的决定 而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一定要知道这个发展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你才能从结局去反推目前的过屋规划哦 最后除了YouTube影片外 我平常分享第一手独家秩序的地方 都在我左上角的IG现实动态内 里面的干货和爆料满满 想问问题就加入校方的辣ID 如果想看Cookie平常有多可爱的样子 也可以加入右上角的Cookie IG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国际超级房仲Zek 他是睡到一半边挖起来 不甘不愿的魔兽Cookie 我们下周四晚上9点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